今天要來幫舊版本的地圖瘦身了 順便讓它更新成1.19版本的地形 這個更新的方法就是 將舊地圖重要的地區留下來 再把其他地形全部都刪除 接下來用1.19版本啟動地圖 讓被刪除的區域重新生成 被重新生成的地區就會是1.19版本的地形了 超級簡單的啦 首先就是要先知道 我們想要保留區塊地圖的坐標位置 其實麥塊的地圖中每一個區塊 都以坐標的形式被記錄成檔案 現在就將來分享怎麼看這個坐標了 我現在正在村莊裡面 這個村莊是想要保留的地方 現在就來按下電腦鍵盤的F3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噔噔噔 被我用紅光標注起來的地方 有一個NCA的項目 噔噔噔 這個就是村莊的坐標位置了 需要注意的是 每個坐標只會記錄500x500的空間 如果你的村莊比較大 就會需要找到更多這個區域的坐標 其他想要保留的建築物 大家也可以記錄一下坐標 像是你地域裡面啊 跟縣市某些地方的一些什麼城市塔那些 全部都可以把它記一下坐標 像我這座村莊比較大 它的坐標就有兩個 我們就將這個坐標給它記錄下來 -2.0跟-2.1 好啦 大家都已經記下你們地圖的坐標了嗎 我們直接回到麥塊的標題畫面 選單人遊戲 再來選擇這個編輯 開啟世界的資料夾 找到這個 REGION的資料夾 找到了嗎 打開之後就會發現 哇裡面全部都是NCA的檔案耶 這些都是在主世界的地形坐標存檔 每一個都是代表500層百格的空間 好啦 那我們直接就是 我自己的話就直接按鍵牌上的Ctrl加A 將所有的地圖檔案通通都選起來 再來按住Ctrl 把想要保留的坐標都用滑鼠點選 這樣子的話就會取消點選 藍色的就是已經被選起來的 接下來我們把這些全部藍色的部分啊 就直接按Delete刪掉 這樣子就可以完成我們的獸身地圖了 好啦 刪除之後我們回到上頁 看到這個資料夾 ENTITI ES 這個資料夾裡面存的是 地圖中的所有生物 包含了豬肌牛羊 怪物還有物品的展示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物品展示框 會不會存在這裡面 真的蠻奇怪的 都會存在這裡面的NCA檔案 這裡也是要處理一下 把重要的坐標都留著 其他部分都刪除 這樣子主世界就完成獸身了 如果大家也想要幫中介還有地獄獸身 這裡也弄成表格 方便大家知道資料夾的位置了 登登登 地獄跟中介都是個別放在別的資料夾裡面的 相對資料夾裡面 一樣也是生物跟地形都是分開資料夾放的 大家也是可以版本都足以獸身啦 不要的區塊都刪除了之後 只要用1.19版本打開地圖 就會在被保留區塊以外的地方 生成新版的地形了 這個方法除了用來瘦身地圖 也可以在地圖搬家的時候使用 我自己是蠻喜歡玩各種模組資料夾的生存 在替換模組生存地圖 不想從零開始的時候 就能把自己的村莊NCA資料 通通轉移到另一個地圖的資料夾裡面 直接無痛轉換新的生存地圖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是咖蛋 大家下次再見了 掰掰 馬達內 將會打開地圖 未知不知 還若 都行 最好 在這地方 都行 我們 在這地方 從叫做